今天第一是十八课 我们今天要看四章 第四十章就是约瑟在监狱里面 他解了两个梦 第十一章就是法老过了两个梦 约瑟也是帮他解那两个梦 过后他就治理埃及全地 四十二章就讲到雅各的十个儿子 到埃及那边去买粮食 那么西面就被约瑟扣留 第四十三章就讲到雅各的儿子 第二次回到埃及的时候 他们带了变雅米 所以约瑟就再一次看到他的小弟变雅米 我们先看第四十章 这是以后呢 埃及王的主政和三长得罪了他们的主 就是埃及的王 所以他们就把他 法老就把他们两个放在 护卫长府内的间里 这个间呢是很特别的间 不是平常的罪人的间 这个是他们那些高级的罪人 好像我们在新加坡我们就说 white collar criminal 这是好像专业人士啊 做很高位的那种 得罪的那种罪人 所以这个特别的监狱呢 也就是多敌法 约瑟放进的那一个监狱 这个监狱是在护卫长 他的家里面 他的家的一部分 有这个监狱 约瑟也是在那边 那么这个护卫长呢 我就想到这个护卫长 他是不是波底法 有些人相信他是波底法 因为波底法 他买了约瑟过后呢 他在三十九章那边 他买约瑟的时候 甚至也是告诉我们说 约瑟被拜向埃及去 是法老的内城 一个护卫长 波底法 把他买回来 所以我们知道买 约瑟的是一位护卫长 名叫波底法 那么下一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那个九阵 那个九阵 他记一起约瑟帮他的时候呢 他就向法老说 哦是啊 我们在建议里的时候 有一个少年人 他可以跟我们解梦 那个少年人叫做约瑟 是护卫长的仆人 他称约瑟为护卫长的仆人 所以我相信可能这个护卫长啊 就是波底法 所以如果这个是波底法的话 我们就了解 他为什么没有杀约瑟 他把他放到建议里面 所以这两个九阵和三掌呢 就被放到建议里面 那个护卫长就把他们交给 约瑟教他 好你看管这些 他们就再见 然后里面有一段护卫长呢 那两个人呢 有一天一个晚上呢 两个人都做梦 他们两个人有不同的梦 但是同一个晚上 到了早上呢 耶稣进到他们那里的时候 就看到他们 为什么 他们脸色 为什么这么愁闷 他就问他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耶稣的人格 他不是为自己而已 他是一个很关心别人的一个人 他便问 他们那两个人 说 你们为什么 今天带着愁容呢 他们就告诉他 我们每个人做一个梦 但是问来问去 在这里没有人能够解那个梦 耶稣就告诉他们说 解门不是出于神吗 他一开始就跟他说 解梦是属于神的 如果你把你的梦告诉我 他就 那个九阵就先告诉他 他就告诉他 怎样看到那个葡萄树 他怎样 采了那个葡萄 他又怎样的 再一次的在法老面前 释奉法老 那么耶稣就对他说 他说你的梦是这样的解 他说那三根枝子 那就是说你在三天 在三天之内呢 你一定被提出间 再一次的回去 释奉法老做他的九阵 但是耶稣说 但是你得到好处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当然是相信神 我们相信他是很相信耶和华神 他知道神有他的时间 但是他也很有智慧 这是一个好机会 如果九阵被释放的话 他去释奉法老 很容易九阵很容易 在法老面前 唯耶稣 圣焉 所以他说你不要忘记我 求你帮助我 因为我不是 我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只是被卖到这里 也没有做错什么错事 叫他们把我放到监牢里面去 求你帮助我 那么另外一个善长 听到那个梦 姐的梦 那个意思很好 他就把他的梦 告诉耶稣 耶稣就一样的 很诚实的 虽然那个结果是这么可怕 但是很诚实的 告诉他 这个梦的意思 在三天之内 他说 在三天之内呢 你也是会被提出 但是你被提出呢 是要被斩头 那么斩头过后呢 你的身体会被挂在外面 让飞鸟来吃 很可怕的 一个解释 到了第三天 是法老的生日 那么就叫做 耶稣 我姐的梦 他们两个都被提出 一个就回去 不是法老 做他的底证 另外一个呢 就被斩头 这个事情过了了 但是 九正 不经历 忘记了耶稣 可能他回到家的时候 哇 他很高兴 因为被赦免了 不是说见了 他回到高兴 高兴的丢回去 施奉法老 就 全部忘了 忘了这个耶稣 他把见到里面的事情 全部忘掉 这样子过了两年 又是继续地在监狱里面 帮助那个护卫长 过了两年 法老就做了一个梦 他做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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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站在那个河边 在埃及地 你说河边 只有一条河 就是 米洛河 River Nile 有时候在埃及 他们叫这个做大河 他说他 站在河边 看到那母牛 从河里面出来 从河里面出来 又美好 又肥壮 在河里中吃草 是个很好的梦 但是后来又出了七只母牛 这七只又丑陋 又干瘦 那么这七只很干瘦 很丑的母牛 就把那七只很好 很强壮的母牛 吃掉 大老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 可能他在想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但是他又回去睡觉 睡回去 又做了第二个梦 也是七个 好的 被那坏的 吃掉 这是假装到他的睡子 就是那个 种那个麦 他贴成那个睡子的时候 那个好的麦子 好的睡子 把那个 稀弱的麦子 吃掉 很一样的 他就醒过来 醒过来过后 早晨 八老心里很不安 他就 当然就拆人去找到 他的那些博士和书师 因为 埃及地很文明的 埃及地的博士和这些 做魔术的这些人 是很文明的 很多人从其他的国家 也到埃及来这里 求他们解梦 还是做那一类的东西 所以发老就把他的梦 告诉他们 整对人 但是没有一个人 能够解释 发老的梦 那时候 时候到老 九真就对发老说 哎呀 我想起我的罪了 我在建议的时候 我们两个人同一夜做梦 梦都 每个梦都有解的 在那里有一个人 是西伯来的少年人 他是副卫长的捕人 他没有说他为什么到监狱去 他说我们把那个梦 告诉他 他就把那个梦解给我们 那么那个梦就 正如他所解释的成就了 这个时候 祖政 他记得了 发老就立刻猜人去 召这个少年人 约瑟 他们就急忙把他带出间 然后剔头 刮脸 换上衣服 去见发老 虽然我们的华语圣经说 剔头刮脸 但是在原文那边只是说 他剔了他的胡须 就换了衣服 因为坐肩的那种衣服 是很粗的 所以就去见发老 发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个梦 没有人能够解梦 我听人家说 你能够解梦 但是约瑟立刻就回答说 这不在乎我 解梦是神 在乎神 他说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答法老 约瑟告诉他 这个梦不是我 解梦 这个是神愿神 把他平安的话 交给你 法老就对约瑟说 他就告诉他 那个梦 但是他讲的比较详细一点 那么他说 我没有见过这样不好的 又高又干瘦 又丑陋的母牛 吃尽的那 先前那气质 肥母牛 吃了以后 全看不出 是吃了 他的样子 还是一样的这么丑 就人就好像 以前一样 先前一样 他就讲的比较详细 我就行了 那么第二个梦 他又把他讲出来 告诉耶稣 第二个梦 他说 我将这个梦 告诉我的师师 我的博士 没有一个人 给我解说 约瑟就被法老说 法老的梦 乃是一个梦而已 一个梦 神要将所要做的事 只是法老 那七字母牛 七个好的税子 就是七年 这梦乃是一个 是告诉法老 七年会发生的事情 那随后来的 很干瘦的 那个母牛 和那些干的税子 也是七年 那就是七个光年 之前的七个肥牛 是代表 七个 丰盛的年 下面这七个动物 是代表 七个 金黄的年 这就是我对法老 所说 神已经将要做的事情 显明给法老 所以神要告诉法老 说 他将会有 十四年 在这十四年之中 头七年呢 他会有 很丰盛的收获 接下来 七年呢 就是金黄的年 没有一点收获 没有雨水 全部干掉 如果没有粮食 人就是死去 那么这里 我问大家 你想一想 法老又不是他的人 而且以后 法老会向他的子 做出很多的关系 为什么神 会告诉法老 给 给法老这两个梦 告诉他 会发生这些事情 你们想一想 在这里回答 你们自己回答 下来 他说 埃及偏地 必会有七个大丰年 有七年的大丰收 随后呢 来了就是七年的饥荒 甚至 那个饥荒 是 快到 整个埃及的人 就根本忘了了 先前的丰收的那些日子 已经绝不到先前的丰收了 那个饥荒 是这么的厉害 这么的严厉 至于法老这两 两回做梦呢 是因为神命定这事 而且 所以约瑟 警告法老说 神给你这个梦 就是告诉你 这个事情快要发生了 所以你 你应该立刻就要 行动 所以他说 法老你当拣选一个 有聪明 有智慧的人 派他治理整个埃及地 要找方法 怎样的来 救埃及地 在那七年的计划的时候 救埃及地的人民 法老 当这样行 他说你要派官员 管你这个地 一个区你要 因为埃及国家很大 你要派官员到澳洲去 在这七年的丰收的时候呢 你要教他们收五分之一 就是二十八仙呢 这是收货的时候 只可以用 是八十八仙 二十八仙要把它收起来 要收集 教他们把将来 这一切的粮食 收集起来 那么在城里 饥饭的时候 就有食物 这些食物就归于 法老的手下 耶稣很会做事 他说 这样你派官员去做 这些收集的食物呢 都是属于法老 我们过后会 读到耶稣怎样的 为法老 买了许多的田地 都属于国王了 这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个粮食 这些所收的粮食 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野 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 法老和他的一些城府呢 都以这些为妙 他们讨论了 哇这个 他们那个梦的意思 他们也了解了 他们也说 这个很好的建议 要找一个 有智慧的人 聪明的人 法老就像 那些城府了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的 我们去哪里找呢 你注意啊 法老说啊 这个聪明的人啊 是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对他来说 有神的灵是很重要 我不知道他说的神是谁的神 一定是他自己拜的神 他们没有找到这样的人啊 当然找不到了 因为这是神的计划 法老就对约瑟说 神既然将的这事只是你 可见没有人像你这样的聪明 这样的有智慧 而且法老 法老也认得 约瑟是一个有神的灵在他里面的 因为约瑟第一句话就是说 解梦是神 是在乎神 不是人能够替你解梦的 所以他知道约瑟 有他的神的灵在他里面 所以他就叫约瑟做这一个官 你可以掌管我的家 我的家就是整个佛家 我的名都必听从你的话 唯独我在宝座上 我比你大 你就是第二 在我家 在我国家里面 你是No.2 法老又对约瑟说 我派你治理 埃及全地 那个国家 我说了很大 从地中海 一直到非洲那边 法老就把从手上 拿他把硬的戒指 以前他们那些文件 不是签名的 他们的文件 要做完以后 要签名 他就敌了那个红的辣 在纸上 然后用手指的那个戒指 那个印盖下去 一印下去 就是说这是我签的 所以现在法老 把他其中的一个戒指 给了约瑟 就是说 呆在约瑟的手上 就是说 现在这个是约瑟 他给约瑟 现在有这个权柄 就是 凡约瑟 放出去的文件 就是好像从法老那边 出来的一样 还给他穿上 西麻布 他从尖牢出来 尖牢穿的是 很粗的衣服 还给他一条金面 带在锦箱上 你们看过那些图片 他们的锦面是很大的 是很大 那个锦面 锦面不是每个人可以带的 是有那个地位的人才可以带的 在锦箱上 这个锦箱呢 这个锦面呢 就是说 代表他的地位 又叫约瑟 坐在他的副车 Second Carriage 第二驾马车 他自己的马车 这是他第二驾 就叫他坐这个第二驾 还要叫那些 在 马车前面跑的人 他每次约瑟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要在那边喊 跪下 那么在路边的人 全部都要跪下 跪到约瑟过了 他们才可以起来 这就是 法老挺约瑟的那些权柄 要他治理埃及 权柄 这就好像波提法 波提法把家里的事情 全部教他做 他做波提法家的管家 全部 甚至你还记得那边说 除了他吃的饭以外 他全部都不知道 一切都是约瑟为他办 在监牢里面 那个护卫党也是一样 现在 大老国家的国王 也一样的把全部国家 整个埃及地 叫约瑟 处理 所以我们回顾到约瑟 被卖过后 他的经验 他在波提法的家 学到怎样的 做政治的事情 他在监牢里面也学到 现在呢 这一切学到的 他就要在国家里面 处理这个整个国家 还有 法老对耶稣说 我是王帝 在埃及权地 没有 若没有你的秘密 就是没有你的秘密 没有人能算智办事 他的原文是说 没有人能够动手动脚 意思就是说 除了你的秘密以外 没有其他的人 能够发出秘密 如果在你下面的 那些官员 他们要发秘密的话 他们一定要通过你 以前是通过法老 现在是通过约瑟 因为他是 我们的度 法老还给约瑟一个 埃及的名字 叫做 撒巴拉克巴内亚 这个名字呢 没有 他的意思很不清楚 所以我也没有写出来 给他一个 埃及的名字 所以过后 不叫约瑟 约瑟是 斯布莱人的名字 过后他叫做 撒巴拉克巴内亚 又叫 一个 给他一个妻子 这个妻子呢 是安城的基斯 波迪菲拉的女儿 他的名字叫做 亚西纳 阿斯纳 给他为妻 约瑟就出去 巡行 埃及地 他就出去 做工了 他的工作 每天都要到外 出外 可能是一两个星期 才回来 因为埃及国很大 所以我们看到 他现在 有了一位 有了埃及人的 妻子 有埃及的名字 约瑟见埃及王 法老的时候 三十岁 我相信大家都 明白 法老这个意思 就是埃及王 所以我们从来 不会说 法老王 不会这样做的 如果你说 法老王 就是好像说 埃及王王这样 法老的意思 就是埃及王 那时候 约瑟三十岁 记得他被卖去的时候 是十七岁 也许他在监饶里面 是有两年多 就是说他在 过地法的家 事奉差不多是十一年 那就从 法老命远出去 意思是说 他开始 他的工作 偏行埃及全土 七年 丰收之内 地的出厂 很丰富 特别的丰富 他的原文说 他的出厂 一把一把一把的 很多把的 好像用不完这样 约瑟 对 耶稣 他就收集了 那七年 七个丰收年的 那些粮食 二十八千 把粮食 他寄在各层里 各层周围的田地的粮食 都是寄在那个层里 所以他的这个工程很大 整个国家 这么多省 每个省里面有几个 城市 那么很多田地 他们收了的每个城市 都要建那些仓度 把那些五谷 收在里面 圣经说 约瑟 主旭的那五谷身高 如同海边的沙 无法计算 花年 味道的时候 就是在这七年之中 他的妻子就为 约瑟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约瑟 虽然他现在改名是 埃及 名字 取的是埃及女人 地位是埃及国的第二宅相 但是他没有忘记 他自己的本族 他自己是西伯来人 他没有忘记他的祖宗 所以虽然他可算是已经 好像是化归 埃及人 但是 他给他孩子 取名字呢 还是取 西伯来 人的名字 第一个叫做 马拿西 第二个 马拿西的意思就是说 使一个人忘记 使你忘记 使我忘记 他说为什么呢 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苦地 一切的困苦 神也使我忘了我家 我父的家 因为约瑟 想法就是我永远 不能够回去迦南地 因为他现在已经是 在这个国家 侍奉我了 所以他知道他是 不能够回到他父的家 他说因为 神使我忘了一切 所以他叫他的儿子 叫 马拿西 第二个儿子 他叫做 以发连 以发连的意思就是说 在这受苦的地方 他已经昌盛了 在埃及没有一个 比约瑟更幸福的人 你要 你提出什么 他都有 地位 财产 什么都有 所以他是很有福气的人 他叫第一个儿子 做 以发连 这两个儿子 是 埃及 父女生的 但是 这两个儿子 以后 成为 以色列 十二个支派之中的 两个支派 马拿西之派 以发连 埃及地的七个丰收年 一晚了 那个计划年就来了 好像很立刻的 整个国家就变了了 其实是轻轻的田地 一下子 他们收割以后 那个田地就干了了 就没有下雨了 河里面的水 也是浆下去了 就好像越是 各地都有饥饭 不只是这埃及地 就是整个中东 在迦南地也是有饥饭 唯有埃及地 有粮食 埃及全地有饥饭 众民就向法老 哀求粮食 他们就去 问 求法老 卖粮食给他 法老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耶稣那里 他说什么 你们就说什么 全部交给耶稣 管理 耶稣就和他的一堆 一大一堆人 我想他的手下 很多人一起帮助他 当时 希望片满了天下 约瑟就 开了各处的 调粮食 给埃及人 调 就是说卖出去 你看那个字 上面一个粗的字 下面一个米的字 就是那个米出去 然后卖那个粮食 给埃及人 跳的相反词呢 就是迪 在埃及地计划很大 各地的人都 加南地啊 东坡小 其他的国家 他们都往埃及去 到耶稣那里去 迪粮 迪粮就是去买粮食 你看那个迪的字 一个进入的路 下面有一个米字 就是那个跳的相反词 去那边向他买粮食 因为天下的饥荒 其他的国家 没有发了那个梦 没有神 地先告诉他们 他们没有收拾 食粮 所以到现在他们都必须去 埃及那里 去买粮食 雅各 他家里也是 很辛苦 除了他们本地的产 他们也收集一些 他们东坡所需要的 人所需要的 那五股 就是卖啊 米那那一种 都快快吃完了 他就对他儿子说 你们啊 为什么你看我 我看你 为什么你们不到埃及那边去 听见埃及那边有事 去埃及那边去买 你买回来 我们就可以存货 他的十个儿子 对他们来说 埃及这个国家的名字 很可怕的 因为对他们来 他们对这个埃及啊 有很大的反感 为什么呢 叫他去埃及 埃及离开加南地啊 有差不多 八百多 八百五十八百六十公里 就是好像 如果用我们现在的来说 就好像你从新加坡 波洛国到泰国的南部 这么远 所以他们 真的不想去 而且有更重要的原因 更重要的原因就是 他们把弟弟卖的时候 是卖给以斯玛利人 那些以斯玛利人是去埃及做买卖 所以他们知道 约瑟他们的弟弟是被卖到埃及地 所以每次听到埃及那个国家 他们的心就不安了了 他们的良心真的继续的责备他 我真的很可怜这些哥哥们 这十多二十多年来 每次他们不能够忘记他们怎样的肯带他们的弟弟 但是又不能够回去救他 所以他们对埃及就有这个反感 其实他们不知道 神要他们去埃及呢 是因为神要赐给他们 释放 要医治他们 不要叫他们整身人 都为了约瑟 而良心的责备 他们不知道 但是神有他的计划 所以雅各的十个儿子就离开 就到埃及去 提良去了 但是约瑟 约瑟的弟弟 变雅米 雅各不让他去 恐怕他招待 因为雅各说我有两个儿子 每次雅各他说我有两个儿子 你就知道他是说拉杰所生的两个儿子 他还有十个儿子 但是每次他自动就生那两个 他说一个已经没有了了 死掉了 现在这个我不能够让他招待 所以他不让丁瑟米去 来提良的人来买粮食粮的人中 很多从迦南来的人 以色列的儿子也在其中 因为迦南帝也有疾风 当时 治理埃及帝 这是约瑟 卖食粮的 也是约瑟 约瑟的哥哥们来了 免旧服役帝 不敢看这位宅相 很大的人物 就向他下拜 约瑟一看到他们这十个 西伯来人 可能他们脸也相当地相同 他立刻就认识他了 就认得他们了 但是他假装是目瞬人 向他们说的很严厉的话 向他们说 你们从哪里来 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帝来买食粮 约瑟认得他的哥哥们 但是他们却不认得他 上一次他们见到的约瑟 是踩一堆脱掉的 被拉着一直在喊的 被绑住的 被那些以色马利人 带到埃及去的 他们所记得的约瑟 就是那个样子 现在站在前面的这个宅相 又高大又强壮 又 而且穿着那个宅相的礼物 当然他们不认得 他们梦想都不会想到 这是他们的弟弟 他们不认得 约瑟在那时候 他们扶不败他的时候 他就想起 从前 他做的那两个梦 对他们说 其实 约瑟想起那两个梦 我们现在想起来 很矛盾 他的哥哥要把他卖掉 是因为这两个梦 他的哥哥 不相信这两个梦 你还记得那两个梦吗 月亮和太阳 和十颗星星 向他对拜 其中的一个 他们以为把约瑟卖掉 那两个梦就取消了 就毁坏了 但是事实呢 就是因为他们把他卖掉 所以那两个梦现在就成事了 所以 耶稣现在呢 他认得 但是可能他也是要 要使他们悔改 对他们说 你们 是奸尸 你们是来 亏弹 我这个国家的叙事 就是好处 坏处 弱处 强处 你们是 奸尸 他们就对他说 不是啊 我主啊 不是啊 到现在他们还不敢 抬起头来 还是在 溃败在那里 我们是来买 粮食的 我们是一个人的儿子 是城市人 主人并不是奸尸 他说 不然 我相信你来这里 是来窥探我的国家 我这个地 他们说 不是 仆人本来是 兄弟十二人 哇 他们全部都 整套都讲出来了 是迦南帝的 一个人的儿子 最小的现在 还在我们的父亲那里 另外一个就没有了 没有了 站在他们的面前 就是说 我才 我说 你们的 来的目的 是错 就是错的目的 我的话 没有错 我只做 发了 启示 若是你们的 小兄弟 不到这里来 你们就不得 出这个地方 从此 你们就要 把你们 拿针接拿出来 约瑟给他们 条件说 你要 找办法 把你的小弟弟 带来这里 不然的话 你们十个人 不能够回去 你的家 你就要留在 埃及地 做奸 可能做 如骨 这是约瑟给他们的 条件 为什么约瑟 给他们这样的 条件 第一是因为 他很想念 他的弟弟 第二 你说有可能 是他 要责备 他的哥哥 责备 他们 责备 他们的错 你要 在你中间 把一个人 回去 带你的弟弟 来 你们呢 你们就在这里 若你的话 是真的 就没事 若你的话 是不真的话 不是不真的话呢 我就说 你们 来这里 都是坚持 于是 耶稣就把他们 下到坚持 上坚 他们下坚持 的时候 他们不知道 是坐坚 做多久 也许 也许是 永远 不能够 吃 他们不知道 约瑟 的意思是 三爹 但是 他们不知道 三爹 为什么约瑟 把他们 下到 坚持 里面去 想一想 他是否要给他们一个机会 彼此在那边讨论 怎样解决这个问题 是吗 可能他们 他要他们在那边 选一个人回去 带边养 你来 可能他在 要给他们机会 我也不知道 给他们机会 做什么东西 但是 在三天后呢 哇 高兴了 因为三天后 又是把他们 提上来 就对他们说 我是敬畏神的 你们照我的话行 就可以 就好像说 好了 不是这么严 你们如果是 城市人的话 我要你中间 你们之间 留一个人 在我的监狱里面 其他的 你们九个人 你们可以带粮食 回去 救你们家里的人 他们这十个弟兄 哇 看了一口气 本来以为他们 永远是 死在监狱里面 现在他们 哇 放了 还可以带粮食 回去 他们的爸爸的家 给他们的妻子 他们的孩子们 他们的孙儿 你们 给他们 把你们的小兄弟 带到我这里来 这样我就知道 你们是城市人 你们就不必死 你们就要 这样各 他们就照样行 他们彼此 在约瑟的面前 你知道吗 他们彼此 就用他们自己的话 说 我们在兄弟身上 实在是有罪 他哀求我们的时候 我们见到他心里的走步 我们不肯听 我们 哎呀 这个灾难连到我们身上 这是因为那时候 我们这样的苦 待我们的弟弟 我想他们 这二十多年来 没有忘记 神不让他们忘记 他们怎样 越到 越舍 所以他们现在 到了这个情况 遇见了这个困难 什么困难 要带遍亚敏来到埃及 因为他们知道 雅德他们的爸爸 是永远不肯 让遍亚敏 离开他的身边 所以他们知道 他们现在有大问题 他们一有问题 就想到 哎呀 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 对不起我们的弟弟 刘边之是说 大儿子 刘边之老大 我不是对你们说过了 不要伤害那个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 所以刘汤雪的罪 向我们追逃了 现在我们就要赔了 他们不知道 约瑟听得出 因为他们跟约瑟讲 是用上约的那种普通话 是有人跟他们翻译的 所以他们不知道约瑟 听得懂他的话 约瑟听得懂他 他就推出去 哭了一大场 过后 他又回来 就对他们说话了 他说 从他们中间 他选了西面 西面是 大儿子来的 一二 在他的眼前 就把他困绑起来 就把他 带去 建议里面 然后 就吩咐他的主人 把他们带来的器具 钻满满那些粮食 而且他们带来的银 把他们 出的银 偷偷地放去 他们的肩带里面 把它绑起来 还要 还给他们 许多 在很长的路程上 所需要的食物 就他们 就照着耶稣的话 全部搬了 他们就把这个粮食 就离开埃及 开始他们的 回家的路程 在半路的时候 在一个住宿的地方 你知道在哪里 他们其中一个人 就打开那个口袋 要拿粮食来喂他们的动物 才看见他的银子 还在那个口袋那里 这是他父的银子 在那个口袋里面 糟糕了 这是什么一回事啊 就对他们 弟兄们 我的银子归还了 你看在我的口袋里面 他们就提心吊胆了 就不知道 什么事情 这是神向我们做什么啊 受不过苦吗 他们就不了解 完全都不了解 为什么这些事情 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他们回到江南地 回到雅根那里 他们就把所遭遇的事情 全部的报告给他 他说那个地的那个子彩啊 他对我们说很严厉的话 他控告我们是去 会探他的地啊 他的国家 他很严厉的 我们就对他说 我们是城市人 我们是十二兄弟啊 一个没有了了 家里还有一个地 全部就告诉雅各 他们讲的话 那个人的 那个宅相就对我们说 如果你是城市人的话 你留下 所以西面没有回来 西面在他们的监狱里面 你可以带粮食回去 救你家里的人 他说你要 带小弟弟 到我这里来 我才知道 你是城市人 这样我就把你的弟兄 西面交给你们 你们就可以来往 到埃及来做买卖 把全部的条件 告诉了你们 后来他们就 每个人就打开 他们的那个 宅宅啦 他们的口袋啦 不然每个人的银 还在那个口袋里面 哇 他的爸爸雅各 看到的那个银 还在里面 就很害怕了 不知道那个 埃及 那个重要 那个人 那个宅相 在做搞什么事情 因为你付了钱 你把东西带回家 你当然会把粮食吃完 但是你的钱还没有完 可以控告你是 上次你来买 没有付钱 他们就害怕 每个人很害怕 他们的父亲 两个就对他们说 你死我 失伤了我的儿子 你也是没有了了 现在西面也没有了了 你还要把我 这个最小的片羊女带去 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这句话 我想来想去 我就想到 是不是雅各在那个时候 也回想到他 以前 年轻的时候 是一个骗子 欺骗拉帮 欺骗谁 欺骗谁 欺骗许多人 他说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 刘编就对他的报告说 他说 如果我不带边亚敏回来 你可以上我两个儿子 哇 他真的很有把握 他一定可以把边亚敏带回来 你把他交在我的手里 我必会带他交回给你 雅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 他的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 你看 在雅各头里面 他只有两个儿子 最重要的两个儿子 他对其他的儿子说 他哥哥死了 只剩下他 如果他在路上遭害的话 你就要我 悲悲惨惨的 一起 一同跟他死去 他们继续 带回来的粮食 可能他们可以 吃了三个月 四个月 半年不知道吃多久 但是终于也是吃完了 他的爸爸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再去买明年 但是这一次 有道对他说 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 就尊尊地道歉 我们说 你不带你的弟弟来 你就不可以见我的面 就是告诉他们 你不带弟弟来 你不能够见我的面 就是你不能够买粮食 不必来 不要浪费你的 自己来 如果你打发我们 的兄弟 就是变亚明 和我们一起去 我们就下去 买粮食 如果你不让他去 我们就不去 因为不能够买到粮食 以色列就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的害我 你为什么告诉他 你还有一个弟弟 老人家 想不通 他们就告诉他 那人详细地问 你的父亲还在吗 你还有兄弟吗 他这样的问 我们就诚实地告诉他 别人知道他要说 我只能知道他会这样的说 必须把你的弟弟带下来 我们根本没有想到 他会这样的说 他们本来就是诚实人 犹大师对他的父亲说 你让变亚明跟我们回去 我们就起身下去 好像你们和你 并我们的夫人 孩子 孙了你们 都能够存活 不至于死 因为那时候 饥荒年还还在中间 还七年还没还 所以他们根本 一点泥水都没有 一点粮食都没有 因为不能够跟踪 他说我为他做法 你可以从我手中追他 如果我不带他回来 交在你的面前 我就淡这个罪 他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不能够带变亚明回来 我就不回 他说如果我们没有延迟的话 已经第二次去了 又回来了 不必这么辛苦了 他们真的没有粮食了 若必须如此 你们就这样做 他就叫他们 把他们的 他本地的生产 他们还有的香料 墨药 很多很多的那些香料 他说你们取 放在汽車里 败下去 送给那个人 做礼物 以前中东的 现在中东的 他们的文化也是这样 你去见重要人物的时候 都是要送一份礼物 他就预备了 土産 又叫他们手里拿到 加倍的赢子 把以前的赢 跟现在的赢 又再拜托一点 或者他们是错了 他们就叫他们去见外人 但愿全能的神使 你们在那人面前 蒙黏你 释放你们的弟兄和变亚明 回来 他说如果我失去我的儿子 儿子就是变亚明 我就死了 死就死了 对亚哥来说 他的整人生 就是约瑟和对亚明 于是他们就拿着 全部的 又到埃子去了 就站在约瑟面前 约瑟见边亚明和他的同男 就对他家的广家的说 你将这些人 领到我的家里去物理地 我要你预备烟戏 因为这个今天中午 这些人要同我一起吃饭 所以广家就照着约瑟的命令去行 就领他们 把他们的礼物全部 带到约瑟的屋里 圣经从来没有说 约瑟住的屋里多大 因为既然他是 埃及国的第二 那么多 应该是很堂皇的家吧 所以这些 很粗鲁的牧羊人 就到了约瑟的家 他们因为被带到他的家 他们就害怕 是不是他带我们这里 是不是因为上一次 他这个钱在我们口袋里面 是不是他要下手害我们 是不是他要取文作乳骨 是不是他要我们 他们其实很 很无事 约瑟是这么重要的人 怎么会要你的东西 约瑟的路很多 不需要你这十个 这九个 这九个四个来源 他们完全不了解 完全不明白神的旨意 也从来没有问神 这是什么一回事 他们就 进耶稣的家 那个管家 就对他说 主啊 上一次我们来的时候 我们回去的时候 找到我们的银子 所以我们现在就带回来 可能不知道是谁 把银子放错了 在我们的口袋里面 但是那个管家说 你们可以放心 不要害怕 是你们的神 和你们父亲的神 赐给你们的财宝 你们放在你们的口袋里 你们上次给你的银子 我已经收了了 过后他就把信念 从经义带出来 他们十个兄弟 就在一起了 在耶稣的家 等着耶稣回来 管家就领带他们到屋里 给他们水洗脚 又把他们动物 喂他们动物 他们就把那预备的礼物 整理好好 等耶稣回来 因为他们从管家那边听到 耶稣要回来吃午餐 耶稣来到家里 他们就立刻把手中的那些礼物 全部十个人 拿进屋子去 屠夫在地 向他下拜 把礼物送给耶稣 屋子十一个 跟殿养母是一个 耶稣就问安娜 好啊 你们好吗 就问 你们的父亲 就是你上次说的那个老人家 他好吗 他还在吗 他们都回答 你的古人啊 我们的父亲 还好 他还在 于是他们又低头下拜 不敢抬头看耶稣 因为他是埃迪的第二 他是宅相 约瑟 举目就看见 他同母的弟弟 殿养米就说 这是你像我说的 那个小的弟兄是吗 他们说 但一分要不小啊 愿神赐恩给你 他就祝福殿养米 祝福他的弟弟 又是爱 弟的情发动 因为二十多年 没有看到他的弟弟 现在看到的弟弟 他们就急忙跑出去 找一个地方 哭一场 哭完了 他洗了脸了 整理好了 就勉强地捧稳 就吩咐人 好 摆饭 他们就为约瑟 摆他的一桌 就为那些人 又摆一桌 因为约瑟同吃饭的 埃及人 另外摆一桌 因为埃及人是不和 希伯来人 一起吃饭的 希伯来人 很多是牧羊 埃及人 最憎恨牧羊人 所以他们从来 不会跟希伯来人 在一起 虽然 约瑟 是宅相 是最高第二两 但是 跟他一起同工的人 一起侍奉的人 一直管理整个 埃及国家的人 也不跟他一起吃饭 因为他是希伯来人 可以看到 那时候他们的文化 是多严厉的 约瑟就使他的中弟兄 在他前面那里坐 把他们排坐 约瑟自己把他们排 从他的大哥 二哥 三哥 四 这一只牌 把他们十个人 跟他的弟弟 排着他们做戏 把他们排得好好 他的弟兄 他的弟兄就彼此 你看我 我看你 莫名其妙 他怎么知道 谁是老大老二老三呢 哇 这个宅相 很厉害 他也许有 很强的魔术 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只是 很在意 就是就把他们 面前的食物 他自己 桌子上 他自己的食物 他们那时候的 宴席啊 就是 主人 请人客来吃 那么主人如果要 尊敬某某人 他就会叫 主人把 他桌子上的 这个食物 送过去 那个某某人 就是尊敬 那某某人 所以 对不起啊 等一下 所以现在 约瑟就把 他 桌子上的食物 一份一份的 送到老大那里 老二 老三 四 五 十个哥哥 把食物送给他们 但是 送给变雅敏的 多五倍 就是最重要 对 约瑟是告诉众人 他的同事 他的同工 可能一百多个人在那里一起用餐 告诉他们 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年轻人 给他五倍 他们就一起 饮酒 大家就很开心 在那里吃 那些哥哥们 也是开始 也是开始放心了 因为看到这个宅相 没有二代他们 这个宅相也把西面 放出来了 这个宅相也特别的对待他们的弟弟 所以他们也开始 安 这几章 这四章 给我们看到神的计划 我要大家想一想 如果 这个事情没有发生 我们知道过后 雅各整家人 移居到埃及 就是 离开迦南地 到埃及去 居住在那里 历史告诉我们 他们在那里 有差不多四百年 居住在那里 但是 如果 雅各的家 没有 移居到埃及的话 他们继续住在迦南地的话 有没有可能 他们就会 继续的吸收迦南人的 那些文化 去拜他们的偶像 做他们所做的事 因为迦南人 是很败坏的民族 很多民族 但是都是败坏的 都是带领下的 你们还记得 雅各从拉班的家出来过后 他逃避过后 他向南部走 他向南部走 要回到 曼丽 那里去 回到他爸爸的家 在那一路程中 他停了几次 先在世界那边 世界那边住了 不知道多少个月 可能多过一年两年也不知道 在那边住下来 建屋子在那边 但是在世界发生什么事情 你还记得吗 你还记得 他的儿子 把世界的男兵 全部杀掉 还记得吗 把他们的女人 全部挂过来 他们的财产 全部拿过来 哇 雅各就 很悲哀 他说 你把我的名字 在江南部 弄得很臭了了 就立刻离开世界 再向南部去 但是 也是没有 直接回到他爸爸的家 还在停留 又发生了 比哪的事情 犹大的命 比哪的事情 过后 又发生到 犹大 犹大的儿子 杀人的罪 和犹大 对他媳妇的罪 很多的这些 迦南人的封肃 迦南人的行为 迦南人的做法 他们一路上都失措 照样地这样去做 如果 雅各的家人 没有遇及到遇及 可能他们继续在迦南 这是神给他们的土地 但是他们还没有 占据整个土地 迦南人还住在那边 他们还算是寄居而已 如果他们是 继续地寄居在迦南 可能 他们会变成 不知道怎样的人 就好像迦南人一样 但是神 不要他们 继续在那里 因为时间还没到 时间还没有到 叫他们是占据这个 遇死之地 所以神要他们 远去到埃及 在埃及那里 法老给他们一个地方 就是靠近地中海 歌声 那个地方 有许多的草地 是给牧羊 最好的地方 他们就住在歌声 他们住在那里 为什么呢 因为埃及人 不喜欢西伯来人 埃及人很憎恨牧羊人 所以他们就住在那里 不能够出来跟他们一起 所以就比较少机会 被本地的文化影响 而且雅各也继续地带领他的孩子们 信靠耶和王 我相信 经过这个经验 越是这个世界这个经验 他的各个们都悔改 现在他们是 到了这个地方 也是 都吃得很快乐 好 我今天就到这里 停止